一球來自祁山冰店的香蕉清冰 夾到咖啡里 一杯独特降溫的清冰檸檬美式正式完成 同时具有传统清冰的滋味 又有咖啡的香气 这样的创意让这里成为 左营独具特色的小咖啡店 我们这是办户外制的空间 想要卖一点冰 然后自己是很喜欢 祁山的常美冰店 所以就跟他进了那个香蕉清冰 就突发奇想吧 把它加到咖啡里 然后意外的很好喝 然后客人们也很喜欢这样 很消暑 非常的消暑 这间在左营的咖啡店 位置也刚好在左营旧城的建成馆附近 店家也结合在地文化 创作出独一无二 看得出有建成的建成咖啡 然后有一款咖啡是我用了 苹果气泡水加了一份浓缩 然后刚好它是有建成的感觉 然后就是谐音 谐音就取名叫建成咖啡 然后我们家的咖啡是 有蔡丰隆老师 高雄算蛮有名的浅焙的烘焙师 他提供的义式咖啡豆 然后是义式中焙 是比较清爽带果汁感的咖啡 而这间咖啡店也相当重视环保 特地引进天然材质的吸管 尽可能减少对环境的伤害 因为我们自己就是有毛小孩嘛 所以就是一个毛海游散环境空间 对然后还有自己蛮提倡环保概念的 那我们就会用那个减缩的吸管 我们选用的是台湾的品牌 蒲草吸管 它是纯植物做的 希望客人可以付这个一块钱 然后买这支环保吸管 然后就自己有付出实际的行动来减锁 宠物友善又注重环保 也吸引到不少志同道合的客人 一起来到这间 具有独特氛围的咖啡厅做作 做会饮量的 我大概一个礼拜会来个两天吧 对就来这里喝饮料 跟老板聊聊天这样 而且老板就是他的用的材料的品质 还有就是他的一些理念 我觉得蛮聊得来的这样 平常我们也会聊一些饮食啊 环境的议题觉得蛮契合的这样 我就是一个礼拜 其实我平常不太喝 有咖啡厅的饮料 可是我就把扣打都用在这里了这样 到左营旅游满头大汗 不知道哪里有好喝的饮料 可以消暑吗 不妨来到建城馆附近的这间咖啡厅 一起享受独特的放松氛围 清凉一下吧 记得朱经纬州府清河传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